我是王雅梅 然后酒吧的 然后是江苏苏千的 来这儿有四个人 宫女啊 丫鬟呀 然后什么都有反正 会啊 肯定每个人都会有一点小的这种 就有那种侥幸的心态你知道 挺现实的我觉得 然后怎么可能 横店那么多漂亮的人 然后也有挺多都是专业的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成为明星呢 勉勉强强养活自己吧就这样 是七十块钱一天的 然后八个小时 然后我们房租也挺贵的 七百块钱一个月 然后再加水电费也就没什么了 就挺热的 有的时候巨盒衣服很脏嘛 也会有一些味道你知道吗 答案不念了 就是挺反正也挺无聊的 就感觉上学也是我啊 然后就不难了 不知道 为什么你的肤肤不知道你在肯定员 没敢告诉他 可能他们大人嘛 然后就很清楚这些东西吧 肯定知道这些就是不是那么好那个的 然后就这样一眼就能看穿的那种 像我们这种不懂的还在这儿 晃晰啊你知道吧 带不下去了就 就再说到那个时候 我只要你们找画面大概三秒钟自动闪开 说了你们走到哪儿呢啊 听到啊 听到反应就走走走走啊 我们就是主要就是做背景吧 就是帮那些主演那个搭一下戏吧 然后随便走走逛逛呀 就是这样 就是很想抱什么表演吧 还有什么 因为就是就是对拍戏有的时候很大的用途吧 没抱就是生活结局 想办法抱就是这样 我5号发的工资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是没钱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下去的 买门 想那么丑还拍照 我就想 来百姓走 预备开始 不要走那么快的 最快乐的 有的时候有台词 还有的时候会拍你的特写 然后再就是在平常跟人家聊天 然后是 就是大爷演四分 主演的那一种 不是走大街的那一种 看这样